星巴克每次释出的商品与餐点都会造成轰动 不少人为了收集城市马克菲尔 世界各地 而在今年年底 星巴克预告在26分之12会有新年新品上市 新春新品推出了各式同样的商品 像是传统达摩布导翁 新春小猪招财猫 等马克菲与保温瓶 十足喜气 还有咖啡豆及新春饮料卡 非常适合作为新年赠礼 官网有会员限定活动消息可以抢先看 对这一波或其他资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注册会员哦 马克菲与不锈钢水壶 水壶上的小小 十足可爱 带着它外出一定相当吸睛 新春小猪不锈钢马克菲与招财猫保温瓶 上面的动物还不止一种造型 相当的喜气 达摩布导翁与新春小猪马克菲 马克菲控一定要收集的两个菲子 立体的造型与马克菲做结合 让菲子不再只是一个的菲子 达摩布导翁随行杯与保温瓶 不同颜色的达摩象征不同的意义 像运手一样会带来不同的祈求效果 让你喝水同时感受达摩给你的满满好运及祝福 新春饮料卡 当中招财猫的剪裁外形 相当的特别 绿挂式咖啡礼盒组 含一张2019随行卡 由左至右黄金烘焙咸亭综合 中度烘焙派克市场 深度烘焙佛罗那综合 推荐咖啡初心者选购来调整自己喜爱的烘焙程度 而礼盒包装也非常适合送礼用 星巴克限定造型小猪 在官方网站上可以一睹它原本真实样貌哦 除此之外 星巴克也推出了新餐点 新餐点主打芝麻风味 Tilda 芝麻芝麻芝麻新兵乐 在官网看到的品名的确是把芝麻强调三次 可爱又有趣 会强调三次的原因在于分别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芝麻 芝麻芝麻拿铁 芝麻芝麻芝麻司康 芝麻上面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三种不同的芝麻 正是此次主打的特点 芝麻控千千万万不能做过 芝麻浓缩咖啡棒蛋糕 如果不喜欢太多芝麻 也可以参考这个浓缩咖啡棒蛋糕 芝麻的部分只在上面稍作点缀 棒蛋糕的部分即是浓缩咖啡风味 十摇三明治 当中的馅料看了真教人垂涎三十 美式松饼抹茶风味 美式松饼不同于鸡蛋糕口感 吃起来较为扎实 鸡肉凯撒沙拉蔬菜全饼 烙鲤鲑鱼三明治 烙鲤鱼鲑鱼可说是绝配 在网络上可看见两者搭配的食谱 星巴克此次将它们制成了三明治 喜爱吃三明治的人多了新选择 宝贝 伝缓